好的 那麼接下來這個問題是有朋友跟我們留言的 他說他有一套房 他是去年重新做貸款利率是3.25 那麼目前他這個稅前收入是9K一個月 那麼收入主要是W2和房租 那麼手上還有50K的存款 平常開銷不大 每個月節約最少也有5 就是每個月所有的開銷用完了以後還剩5K 他想請教一下專家 這種情況貸款是 情況是他說我是要還這個房貸呢 還是在繼續投資比較好呢 我們趕快請出我們加薪貸款總裁Dona 劉燕秋 劉總來幫忙 劉總你好 主持人你好 大家好 這個問題很好 我的建議是投資 這個可以以市場的情況 我可以有兩個不同的計畫 第一種計畫就是12個月一年後買房 因為他強調說他一個月可以存5K 5K就是5000塊錢 加上他現在手上有5萬塊錢 所以12個月之後他已經存好6萬塊錢 加上他手上的5萬他已經有11萬塊錢了 所以說一年之後 12個月之後他手上就有這個投款 如果說他可以買45萬的一個condo的話 剛好把這個11萬放成25%的投款是足夠的 當然他每個月借30幾萬 以他的這個收入他是可以qualify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說借這個30幾萬的話 他的房貸 其實每個月只有1500塊 那就算我們家地稅 保險 還有condo有社區管理費300塊錢 那全部的費用 其實只有一個月的開銷2300塊 那如果說他這個房租 一年後的房租可以收到2300的話 那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房租就是可以去打平他的養房子的payment 如果說就算打不平的話 一個月你收到2000塊錢的話 那你也不過就是墊個200 300塊一個月 所以說這個以他一個月能夠存5000的這種能力的話 應該是輕而易舉 那第二種計畫呢 就是可以買自住房 那買自住房他就要存久一點 那這就是兩年的計畫 24個月 因為24個月呢 他已經可以存到是12萬了 再加上他5萬塊錢手上的現金 他總共有17萬 如果說他現在這個兩年後去買一棟60萬左右的房子的話 他借45萬 然後放25%的投款 以3.5%的利息來看的話 其實他的房貸並不高 就只是2000塊錢而已 但是加上地稅 保險 那差不多也是2700塊 那一樣的 如果說你到時候租金可以收2700 那就是讓房客來幫你養那個房子了 所以這邊我們很清楚的知道說 如果說你貸款一個30年固定 你知道你的利息固定是每個月2000啊 或是就是2300啊 這是不變的 是永遠不變 30年不變的 但是你的房租可以因為物價指數升高 你可能過一兩年之後 房租升高就可以打平了 所以說這個總結呢 是 如果說買房地產市 其實是一個非常穩當的一個理財計畫 那你有兩棟房子的增值呢 那你一定會比一棟房子增值要好 所以說有時候就不要太保守了 也是 這個錢放在手上 就看著通貨盆上這個錢 好像慢慢的 本來是存了好多錢在那 這個物價一漲 感覺自己錢就變少了很多的感覺 而且房價越變越高 永遠不變得這樣 有些朋友 你知道我有朋友就說 我要明年我存到多少錢的頭款 我就買房子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說他可能要買就要現在買 因為明年他那個房子漲到你可能又買不起的感覺 對 沒錯 沒錯 好的 好的